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九嫂 你也来秋游啊 嗯 闪言敷衍地答了一声 看了一眼她来的方向 道 哎 你约了太医署的人在此喝酒 现在才来 不是 我早上遇到苏大侠送金阳公主回来 我便帮她把公主送进宫内去了 留轻松下嘛 我回来瞧瞧大家算了没有 嘿嘿 顺便蹭随远一顿饭 嘿嘿 闪言皱美 哼 他还需要蹭饭呢 你来蹭他 我家夫人教头有风 门上 再上 刘轻松苦着脸无奈道 提到桑辰 闪言的目光一边四处寻找萧送的踪迹 一边随口问道 他还没有从了度家娘子 刘轻松听闪言的话 立刻扫去满脸苦涩 哈哈一笑道 嘿 九嫂 你这个从子用得极好啊 李氏与度氏退了亲之后啊 度氏娘子就有些疯癫了 不过你觉得那位娘子也是传来的 这世界上有那么多离奇的事情吗 闪言不信 刘轻松的 这还算离奇啊 大唐是多么炙手可热的时代 天空早已经是一片塞子 多少这都不奇怪 不过这位娘子行为作风 实在不像是我被好放派啊 非桑辰不嫁 这件事情还不算好放啊 闪言觉得 这个要还不算好放 那什么才算好放 你可知道 他为何非桑辰不嫁吗 刘轻松道 闪言摇头 我跟你说呀 那姑娘说 因为桑辰看了她的脸 我琢磨着 要么就是被退婚之时打击疯了 要么就是窜的 我用逻辑来分析 后者的可能性更大 哼 你的逻辑 闪言腻了他一眼 不是闪言看不起他 是 他从来都没有从逻辑上想过事情 有兴趣的话 我可以给你分析分析 刘轻松笑眯眯的道 没兴趣 闪言知道 就算自己说实话 刘轻松还是会憋不住 果然 他话音一落 便听刘轻松继续道 那位杜娘子 原来泼辣的狠 被退亲 只可能干出两件事 不是提刀去砍得检 就是提刀去砍得检 所以说 他要是能被打击疯了 我刘轻松已是英明往哪里放 真假 只有一个 刘轻松的声音猛的卡住 看着三丈远处 萧颂正邪倚在树干上 船边带着危险的笑 九嫂啊 那个 我忽然想起来 我家夫人让我去接生啊 刘轻松俐落的翻身上马 正准备逃跑 身后传来萧松慢悠悠的声音 逃得了今天 逃得过明天吗 闪言心道 哎 不是找苏夫打架了吗 怎么看样子 是在找刘轻松算账啊 刘轻松慢吞吞的下了马 舅舅 我上有岳父岳母 下有孩儿尚未出生 留我一条命 让我见见未来的儿子吧 萧颂皱起眉 冷声道 你都笑我儿子些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 刘轻松想以为想得到 你说的是哪天 说完 见萧颂面色更黑 立刻道 哪天我也未曾教他们乱七八糟的东西 我决定不整治你的 萧颂面上忽而笑容温和 刘轻松看得浑身发毛 半点没有解脱的信息 萧颂接着道 我还是对整治你即将出生的孩子 更有兴趣些 以刘轻松对萧颂的了解 这话绝不是在开玩笑 夫人 回府 萧颂道 萧颂见萧颂脸色不太好 略一想便明白 他定然是偷听了他与苏福的对话 心道 哎 苏福肯定早就知道了 否则也不会走得那么急 他与苏福之间 急变坦坦荡荡 他却不能因此理智气壮 毕竟 以萧颂的性子 能忍让到这等地步 已经实属难得 夫君 萧颂追上萧颂握住他的手 吃醋了 萧颂感受手心的柔软 不由自主地回窝道 阿颜 倘若有下辈子 你也不许丢下我一个人 这辈子尚未过完 你便想到下辈子了 萧颂道 我怕你心里 把自己的下辈子 许给别人 萧颂看向他 夜落纷纷 刘青松看着那两人 苦着一张脸 一刻之后 慈恩寺内 刘青松痛哭流涕 哎呀 可怜我家松子 还为出生便注定走呢 旧郎这个人性泯灭的家伙 做事从来不择手段 对小婴儿都如此的残忍 我诅咒他 让阮言 没几天便跟苏福私奔了 坐在他对面的桑辰 拢着袖子 一脸纠结地看着他 刘青松 悟自哭了半声 既没有得到安慰 也没有人同仇敌忾 觉得十分没有意思 不由抹了一把脸 道 你倒是说句话呀 在下 觉得自己心思龌龊 正在向佛祖告罪 桑辰道 你说说 我帮你评断评断 说不定不算龌龊呢 刘青松最爱听龌龊的事了 桑辰抿了抿嘴 迟疑了一下 道 在下 方才在想 倘若你诅咒的话 能不能 改让冉娘子 随在下私奔呢 刘青松抽了抽发酸的鼻子 这个想法一点都不新鲜 我算你能否正常点啊 关注关注我儿啊 我再向你诉苦啊 关注他的儿子 桑辰想了半声道 为何叫松子 松鼠 吃松子 不是更厉害吗 刘青松愣了一下 旋即往前凑了凑 你这想法妙啊 不过松子并非名字 乃是刘青松之子的简称 你说说 除了松鼠之外 还有何有意思的名字 我 我只是突发奇想 桑辰窘迫道 刘青松正欲继续追问 外面有个胖胖的和尚唱了声佛号 师叔 杜家娘子来了 桑辰一慌 立刻起身 青松 你 你就说我 说我 说你不在 刘青松问道 对 对 桑辰连连连点头 转身便从另一边奔逃而去 佛经散落一地 刘青松伸手将佛经捡起来放在脊上 一抬头便看见门外一袭浅琥珀色娇灵乳群的女子 蜻蜻立于门前 她戴着面纱 刘青松未看清全貌 但以她多年经验 这女子定然生得不错 女子看见她 急急退避到一侧 轻声问道 桑先生何在 刘青松道 她刚刚走了 奴知道先生会躲 因此写了封信 可否托您带交给先生 杜娘子道 这种事情 刘青松最喜欢做了 立刻便答应道 能为杜娘子效劳 在下深感荣幸 杜娘子从门缝里 推了一封信进来 杜娘子 可还有话交代 刘青松很好奇 四年前 杜娘子便已经十六岁了 如今 已经是二十岁的大龄圣女 基本上 算是寻不得好附加了 她对桑辰的心 可真是够坚决 杜娘子声音黯淡 有了您了 刘青松看见 那个纤细的影子起身 便问道 杜娘子可想知道 虽远为何不愿娶你吗 杜娘子的脚不顿下 又在原地跪坐下来 请先生不吝离指教 其实半年前 我便知道 我便知道他对你有别样的心思了 只是啊 他这个人固执 从前他心中恋慕一个女子 后来那个女子已经嫁了别人 他便打算清灯古佛聊此一生 他认定自己对那女子使之不语 所以啊 即便对你动了心 也不会承认 刘青松算是把桑辰的性子摸透了 杜娘子沉默片刻 道 先生可有办法 有 刘青松笑隐隐的道 却并不将法子直接说出 先生想要奴婢做什么 杜娘子问道 刘青松心中暗赞 这姑娘倒是挺上道的 并也不卖关子 继续道 告诉我 你的真实身份 其实 真实身份 杜娘子喃喃自语 我不是杜家女儿吗 杜娘子 可以考虑一下 刘青松道 不 不需要考虑 杜娘子立刻道 他叹了口气 将前因后果道来 我记得自己是杜家女儿 我父是铁心官 姓杜 父家姓桑 父家乃是将军 我嫁过去便不曾见过他 三年后 却闻他战死沙场 连尸骨都不曾见 只得了一声残破 假音入念 我不甘心 便带了仆人去战场 咽他的尸骨 不顺从身上摔了下来 一切便都变了 我父亲成了度相 我不认识 我不认识身边所有人 可他们都告诉我 我不过是做了梦 您也不信吧 我有很长一段时间不信 刘青松觉得 终于找到一个知己 别人都把穿越 当作家常便饭 实际 还真就是家常便饭 但只有他 如庄舟梦蝶一般 许多年分不清虚实 除了宋朝 刘青松暂时 还未想到 哪个朝代还有提刑官一职 他不禁问道 那个 你不应该为夫君守节吗 度娘子道 我家郎君已过世 我为何不可敢嫁 再者 如今我已经不是当初的我 事实变化间有定数 许是上天连我 让我到前上 与郎君相会 记得宋朝 是称呼丈夫为郎君 刘青松一时有些混乱 抓了扎头发 道 罢了罢了 我偷他 我跟你说呀 刘青松 如此如此 这般这般的说了一通 便由着度娘子自己想 自己甩袖回家去了 他以前觉得 宋朝女子都是被关在家里裹小脚 为了贞结牌坊 连命都不要了 可与度娘子聊过之后 觉得自己想法实在太肤浅了 不过 宋朝男女大房倒是有 一流轻松看 度娘子这性子 一看就是 礼教压不住内心的奔放 桑城窝在藏经阁 直到天色擦黑 小沙迷唤他去吃晚饭 悬着的心才稍微放下来些 晚饭过后 桑城回竹舌取衣物去沐浴 他一个人住在寺院后面的一个荒芜角落 住址给他分了一块地 用来种些蔬菜 平时他会帮寺中抄经书 不给钱财 但是管一日三餐 唯一和他朝夕相伴的 是当初做太学博士时的坐骑 一头驴 全大堂的读书人都痛心疾首 一个裁决经验的桑隋院 并这样淹没于经文之间 从不应任何邀请 不写文章 不吟诗 只偶尔打发时间时作画 记录想出来的棋谱 但从不会买卖或者送人 与时之间 桑隋远的字画 手稿都价格飞涨 尤其是他亲手做的兰花城泥宴 底下刻有诗词的 已经喊价尽万贯 变成贵族暗头最奢侈的物品 但也都是有价无市 拥有这些东西的人 自然不会拿出去卖钱 然而对于这一切 桑辰都浑然不知 他对现在的生活很满意 如素念经 一身轻松 偶尔还会想起染炎的面容 但也已经不能动他心绪 偶尔再见时 不过是唱一声佛号 掀一个佛礼 可是 桑辰不信自己对他的心 已经归于平淡 他原以为会是一生一世的 末龙光线中 桑辰脱了鸡鞋 摸黑进了屋 正准备去屏风上摸衣上 腰上忽然多了一双手 紧接着背后踢上一个柔软的身子 桑先生 是杜家娘子 桑辰一声惊叫 硬生生地卡在喉咙里 急到 已经夜了 你怎么还在这里 我总想 再等等 你就会回来 没想到不知不觉 天就黑了 杜娘子对桑辰的性子 简直太了解 这样的鬼话 旁人不尽地会信 可他一定会信 你先松开我 黑暗中 桑辰脸色胀得通红 感觉背上的柔软身体 像是烙铁一样 烫得他浑身发热 这出太荒凉了 我一个人害怕 你答应我不跑 我便放开你 杜娘子声音哽咽 嗯 桑辰硬了 桑辰这人有个最大的优点 便是一诺千金 杜娘子对他的话 一点也不怀疑 欢喜得松手 心觉得 刘青松的法子 果然很管用 于是 他对接下来的事情 更有信心了 桑辰摸到火折子 将油灯点亮 昏黄的光线 照亮狭小的屋子 他不敢转过身去 想了片刻 道 杜娘子 天色已晚 房门怕都关了 但倘若 你住在这里 怕于生命有碍 我送你 去清阴安 暂住一晚吧 桑辰半少没有得到回答 不由转过身来 温暖的光下 女子一袭虎珀色的 娇灵乳群 穷穷竭力 面上复杀 看不见全貌 然而 似乎从骨子里 散发一种孤寂 孤寂中透着温婉 宛如一块一世美誉 杜娘子微微垂头 清阴安太远了 桑辰回过身来 拘谨道 不远 不远 翻过两个山头 就到了 到的时候 也已经天亮了吧 刘庆松 教他霸王 硬上弓 桑辰是个 很有责任感的人 不管是不是他主动 他都会负起责任 他自从 见到桑辰的第一眼 便无法将他的身影 从心中抹去 在这四年里 家中给他说了几次亲 他宁愿装疯卖傻 也绝不肯嫁 如今 已经是这般年纪 起初 真想就不顾廉耻 按照刘庆松的法子来办 可看着他清澈如红的眼 只能叹了口气 微微欠身 有劳桑先生了 桑辰面上 颤开一抹笑 从屋内 找来一件披风 夜深露重 娘子 先披上吧 他心中 猛然露跳了几排 在他的家乡 娘子便是夫人的意思 来大唐四年 他早已经习惯了 郎君 娘子这样的称呼 家里的仆婢 也都娘子娘子的叫唤 可是 听桑辰这样叫 他还是控制不住的 脸红心跳 我名姜梨 杜娘子把披风 裹在身上 有淡淡的燥脚味 护姜梨 雨屁止息 任秋蓝 以为配 桑辰渐渐自在了许多 是雅致的名字 姜梨 姜梨 我父亲起初也是因为 给我取了这个名字 但后来变局不好了 杜江梨笑道 桑辰点好灯笼 正欲出门 忽而顿住脚步 乃然道 娘子可失路 杜江梨摇头 且后一后 桑辰急急忙忙又返回去 在屋里折腾一番 背了个大包裹走了出来 见杜江梨满眼睛叉地盯着他 颇为羞涩地解释 我实路的功夫向来不大好 不过娘子放心 半个月之内绝对可以到 那就好 咱们快走吧 杜江梨面纱后面 唇角弯起 这可真是个大优点 就为了多听他喊几句娘子 明上一年半再也好 本章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